大马路交叉口车辆来来往往 交通号制从绿灯变成红灯 但装有电子灯笼的小货车 一整排四辆直接大喇喇的闯红灯 有车辆想要左转还插点焊 其中一辆小货车直接撞上 一台两台三台 马路上的交通号制亮着红灯 但载着又大又长电子灯笼的小货车 像是没看到红灯 一台一台接着闯 就算对象车辆一直按喇叭也无动于衷 有民众开车绿灯要左转 但在灯笼的小货车丝毫没有减速 双方还差点发生碰撞 两台车的距离只差一点点 惊险于瞬间 新美市树林区的继安公正举办 围棋两个礼拜的庙会活动 公庙里可以看得出是精心布置 金光闪闪 十分的豪华气派 但有民众在八号晚间 行经树心路和穹林路口 遇到疑似刚办完活动 载着电子灯笼的小货车 导致两台车差一点就撞上 驾驶将影片po到网路上 也引发网友议论 有人说你不知道神明最大吗 也有人说神明是最大 但司机不该这样开车 车子行经十字路口 本来就应该要减速 但影片中的小货车 不但没有减速还抢闯红灯 就算是载着宫庙的电子花灯 恐怕神明也不会保佑它